哈利 各位親愛的老天文哥來了 那今天今天是回答小老弟的問題 小老弟在希望我開箱這個 蘋果最新的這個 49公里的 鈦金屬米蘭的錶帶 6100塊再生的 這個鈦金屬 然後它的特色其實是它的後面 是有一個多一個這個扣子 其實蘋果之前這個米蘭的 本來就有了 那它這次出來的是 多一個這個扣子 好 那我先來講說 因為小老弟說看我能不能開箱來 評測這一條好不好 那但是他現在如果買的話 他要11月才會 記得到 11月就大概一個月 現在已經9月底算10月好一個月 這樣太久了我是覺得 但是我以前有用過這個 米蘭的一款 它是這個磁吸的 就是我用給各位看 有一個磁吸的 那我今天來跟各位講說 你今天會問說這個好不好 就是你應該是在覺得說這個要不要買 那我來跟你分析說 我現在用了這些錶帶 我的一些意見跟看法 首先就是說 這種金屬的錶帶 我現在手中留下來的 即使這些我之前 比如說那種很多的類型的 我都丟掉了 或者是賣人的 或者是送人的 我現在就是只留下一個塑膠的 然後一個金屬的 金屬的這個是原廠 比較貴的一萬多塊的這個 一片一片的這個可拆式的這個錶帶 這個不鏽鋼的 那另外一款是這個海洋 這個就是塑料的 這個就是運動的時候 隨便隨便胡搞瞎搞的 那這一款我是買來是當很有質感的 那你今天問說 這一款買好不好 我覺得它剛好是介於這兩個中間 如果你今天呢 你帶這一款的話 我是覺得它的質感會沒有這個好 因為它這個一點一點的喔 你其實看過去 它不會像這種金屬的帶下去 看起來視覺是比較 我是覺得這種金屬這樣看過去 比較誇張很明顯 那它這樣子就是一點一點的 你可能要稍微近看一點 你才知道它的是金屬 但是金屬跟塑膠差在哪裡 這一款的這個觸感一定也會很好 因為這種金屬的這種滑潤度啊 跟這種塑膠 它是冰涼的 那這個就是 有時候就是悶悶熱熱的啊 然後黏黏的 所以這個會比這個觸感好 所以這一款的這個一定觸感很好 那它現在的差異就是多了這個扣子喔 這個扣子我展示 我有錄一段給各位看 外的Youtuber他們在用 它就是一個扣子 多一個扣子 然後呢 它等於是說 套上去了以後 它幫你這樣子再扣上 其實就是說 它其實多了一個保障 因為以前的這種就是我們 雖然它是很強的磁鐵 可是有時候你在動或一些什麼 你如果勾到或推到 它有可能會脫落 所以 新款的這一款 我是覺得它應該是屬於用來說 它很舒適 但是是可以運動的 所以你在問說 這一款好不好 我是覺得 如果你想要有金屬的觸感 又想要運動的 那它這個有鎖起來的話 你在運動的時候 在跑步或幹嘛 它比較不會脫落 另外米蘭的好處 跟這個不鏽鋼這一條的差異在說 它這個有一個一個洞 所以它的排氣啊 或者是說它的通風 又會比這一款大片的好 意思就是說 如果以說舒服的 再更舒服的話 這個應該是很良 應該是通風更好 另外像原廠的這一款不鏽鋼的 它有可能我在運動過程中 它會夾到毛 就是我們手會有毛 它會因為這個轉折會夾住 所以有時候你在穿戴 或一些什麼夾到毛 會刷到毛 會不舒服 還有就是說 你看它這個大面積 雖然你遠看很霸氣 可是近看很容易有刮傷 那你如果用米蘭這一款 它就不會刮傷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是在於說 雖然它這扣的緊 我是覺得它的方便性 沒有這個方便 這個直接這樣磁吸下來 其實這個是比較方便的 我看國外在用這個扣的時候 在那邊穿戴 好像還要調整什麼 這個會稍微再麻煩一點點 畢竟直接磁吸上去 跟你還要再多一個扣子有差 不過它是因為要做運動型的 所以這一條我是把它定義成說 運動型又金屬的錶帶 那這一款呢 其實它也是可以運動 但是就是會夾到毛以外 這個太大片了 很容易刮傷 這一款我都是用在比較好的場合 所以這個值不值得買 我是覺得還是可以的 因為蘋果的品質都是很好 不過它買的話 11月才會到啊 我看看之後會不會入手 但是我現在因為 我不想要買那麼多錶帶 我以前買了快一兩百條 然後都弄到後來 我就留幾條比較好的 那現在的話就是 我是認為 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 蘋果的這個 像我戴的是Ultra 我覺得Ultra 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錶帶 我是覺得它這個錶殼比較不好看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 設計沒有那麼漂亮 所以我後來我也不買錶帶了 我就直接買錶殼 所以我的這個錶殼 是比原來的好看的 裝下去就很大一個 像國外的一些那種 潮流的很大的這種品牌 的這種很大的框 然後它就是有附 這個你們上來就可以去看了 所以我是直接就是買錶殼了 我買錶殼來加它這種塑料的錶帶 我可以運動又多一層防護 這個也不鏽鋼拉絲的 所以就是 我可能 我不知道會不會入手這一條 可是我如果要入手 我這邊其實有兩款 我這個用來運動 這個用來 質感型的 那這一條應該是介於中間 如果你今天你都沒有這些錶帶 我建議這一條買下去 就是省掉了這兩款 如果你今天已經有這種了 我是覺得 替換錶帶就好了 對 就是也不一定要用這一款 但是這一款的優點 我在講一講就是 它很通風 不會夾到毛 然後它有那個扣子 所以這款不是耍帥的 更好看耍帥的是要去買錶殼 這個錶殼整個很大一塊 這種會比你原來的好看 所以 這個是我的一個建議 這一條好不好 這一定是很好 只是現在是看你說 你現在手中有多少錶帶 那你又想要怎麼樣的 它就是屬於運動加上金屬的 這個觸感跟隔方面一定都很好 就是這樣 那我們之後再看有沒有機會入手 今天先跟各位講 好那直接自己就知道 希望對方有幫助